今年臺灣柚子的産糧超過這萬一千兩百董 其中有七千多董事掛銷 今年産糧 今年産糧 率比今年更多 掛銷所來減少 為了要協助柚子 就用柚子農的來增加這個小農 農入數量邀請家紀大學中興大學 跟高雄副技大學 深入柚子的研究中心 希望用食品加工的方式 來增加國內柚子的小農 用機器拿柚子包袱的 接下來用人工背裡面的柚子 食品加工業者跟大學 共同開發柚子的加工款 要來提升柚子在食品的使用廟 他一罐果醬就需要五顆柚子 但是今天如果沒有設備作曲協助的話 光是用人工這五顆可能要剝一個小時 因為其實柚子的加工 並沒有那麼容易 包括他的成本都很高 那也希望透過這個柚子研究中心 他能開發出很多柚子的一個產品 為了增加國三柚子的小農 農業樹跟高雄副技大學 中興大學 高雄副技大學作為合作 生理柚子研究中心 如果開發食品 也要用順序經濟概念 都完開發柚子的產品 今年垂直採收期會比較短 所以整個的產局比較集中 除了鮮食之外 我們是要提供讓農美有一個 就是做大火加工的部分 加工很需要的知識叫加熱 柚子其實蠻怕熱 那再加上因為近期 我們的外銷遇到一些困難之後 所以政府機構他希望我們 開始大力的去幫我們的柚子 柚農們找一些新的出路 柚子、飲料、賓器人、貴姬醬 甚至還有用柚子皮、柚子肉做 也能強 農業樹表示 三國學作為提供加工技術 希望國三柚子未來 如果是做一個水果 還要整年趟天都吃得對 記者林輝廷 加吉報道 讓我們開始做小事 這就是特別新的主事 倒叉 不過有時候 一直加工